沒有加註解 理論上應該是要跟雲端上面這個做法差不多 就是說盡量的自己再加上註解 那註解其實就是前面單引號開頭 後面這個東西 單引號開頭後面的部分 他就程式就不會執行 那他會把它當成是就是註解 我習慣是用這1234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再加上 這一列到這個底下的程式是做什麼用途 那至於你註解要怎麼寫 當然沒有標準答案 你可以寫給自己看的 就是將來如果你回頭看 你要能夠看得懂為原則 所以把註解再加上去 然後接下來如果你產生兩個sub之後 再來就按鈕 按鈕怎麼加呢 其實你有sub之後 你就可以做插入表單控制 特別注意喔這邊在開發人裡面 這邊有一個按鈕 這邊有一個按鈕 OK 那哪一個 其實兩個都可以做出按鈕的效果 但是 表單的控制下按鈕比較簡單 為什麼 他拖拉之後他就問你說 你的sub在哪裡 OK了 但是如果你是用這個的話 你到時候還要把它點兩下 還要再去做出那個所謂的事件 這個事件就click他 然後再去撰寫什麼樣的程式 相對的會麻煩許多啦 所以兩個都可以 但是上面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你點上面表單控制下 拉一下這個 OK 這個時候他會問你說 那你的 他叫聚集啦 那實際上就是我們的副程式 標準體重 那我的習慣會是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按確定 為什麼複製呢 因為這個名稱 如果你不希望再重新打 標準體重這四個字的話 那你就直接 用貼上的方式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有一個 那第二個呢 你可以再產生一個第二個按鈕 不過你會發現 通常你第二次拉的按鈕 都可能不太一樣大 可能會稍微大一點點 也可能稍微小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那個大小不一 像我的習慣這樣 我就用什麼方式呢 乾脆把這個按右鍵一下 複製 然後在旁邊點一下 貼上把它移動過來 移到適當位置 兩個不能一樣嘛 怎麼辦 按右鍵 再去指定聚集嘛 沒關係嘛 兩個一樣一定會一樣大 只是說呢 你可以再指定另外一個聚集 再複製一次 一樣怎樣 把這個名稱貼上 至少可以確保這兩個按鈕會是一樣大 OK 這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之前同學 他又重新拉 也是怎麼做 他就做 沒辦法一樣大 那你乾脆講 用複製貼上 那一樣一定保證是正確 所以你把它執行清楚 那再做輸出 這樣的話 結果就會 是一模一樣的 OK 就是跟那個標準 你都算出來的結果 那好處就是以後嘛 你只要做一次工 以後呢 就直接不用像這個這麼辛苦 每次都要再做一次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產生第一個 就是用Sub建立我們的按鈕 就是建立按鈕之後輸出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我的需求不是按按鈕 而且有些地方好像 感覺 就是如果剛好你的工作裡面 按鈕不太適合 你當然會希望說 那可不可以改成插入函數的時候 在這個裡面呢 會有一個就是使用者定義 它會自動出現一個使用者定義 那這個使用者定義 會出現的原因是因為 你在VBA裡面 有插入一個所謂的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 要怎麼去撰寫 這個是第二個VBA 那VBA的第二種形式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也是這樣 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來 再來 特別之外 這是Sub End Sub 那我要產生一個叫 標準體重 也許叫標準體重函數好了 那我這個名稱先借用一下 插入一個程序 一樣是程序 不過請你選擇Function 那把那個名稱加上 那我的習慣是 它是標準體重函數好了 多兩個字 名稱不能一樣哦 OK好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一定會幫你產生一個Function 然後名稱 End Function OK 所以是這個裡面 那接下來呢 它是有一點問答式的 Function 要跟你互動 它一定會跟你要資料 要什麼資料 請你告訴我身高 輸入到哪裡呢 刮弧 後面記得這個刮弧是跟實用的要資料 那它就會想 選170給你 那選給你之後的話 你做什麼 幫它做完之後 再丟到它要丟的位置 所以它有點是有一個Return的結果 Return給誰 記得Return給這個標準函數自己本身 這個是一個規則 所以記得 剛剛是Return到G 那這個是Return到自己本身 所以自己本身先輸入 等於什麼呢 等於你把後面的公式寫完 基本上 就是剛剛這一串 有沒有這一串公式 那我偷懶一下好了 把這個先借用一下 就是這個一直到後面 然後先 這個是標準做法 不區分 這個是沒有區分性別 那差別值在哪裡呢 把這個從 我們畫面上面的C欄 就是這個C欄裡面抓資料 改成因為是使用者丟給你 所以它丟給你之後的話 去做計算 一樣Return Return剛剛是Return到 我們儲存格的G欄 可是這個地方不是 所以Return給它自己 所以這個比較容易做 因為很多同學搞不清楚 到底我要丟給誰 甚至之前看過我同學是Return 這邊還打個Sales 那這就麻煩了 就應該沒辦法 OK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呢 特別注意 完成之後 同學就開始做一件事 因為他剛剛才用Sub 想說這邊可以執行對不對 那就想說 Function是不是直接從這邊執行 就按下去變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不行執行呢 按下去 為什麼還是 他就會問 其實特別重要 如果你今天這個Function 請記住 它不是按鈕 所以請你不要用執行 它怎麼樣執行呢 記得它一定要從這邊 游標放這裡 插入一個函數 從這邊去執行 因為它是一個Function OK 那我們找到它的名稱叫 標準體重函數這個 後面有個刮弧 按確定 給它一個身高 這個時候呢 我會丟一個身高 給我們的那個 那個參數 他會把資料存在那個參數裡面 計算完之後呢 丟回來給誰呢 標準體重函數 有沒有 那他接到之後 會先存在這個函數裡面 再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 這邊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第一階段 就是 制定函數的做法一 但是 這個地方沒有區分 就是沒有 判斷性別嘛 所以 當然第二個 你可以再把它衍生出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標準體重函數還蠻簡單的 一行就搞定了 那如果說你要怎麼樣 再去判斷性別的話 後面一樣 因為做法差不多 所以我就 直接用雲端這個地方來參考 就這一段 那你可以把標準體重函數 複製貼上之後 再多一個2 記得這邊有個2 有沒有 後面Return回來也要是2 那我們差別在哪裡 其實跟剛剛差異性不大 就是說呢 用一個if來判斷 那if呢 後面我們本來是從 那個 一欄裡面 就是從那個這個 性別裡面去抓 但是因為 到時候使用者會給你性別 所以你不用自己去 那個儲存檔裡面去抓資料 直接就是丟過來就是性別 那你判斷如果是男是女的話 那假設我剛剛用男 現在用女好了 差不多 那只是上下顛倒一下 那取到小碎人第幾位呢 這邊是第2位 看來改1好了 剛才一樣 OK好 好 那這個地方應該沒問題吧 做法跟剛剛一模一樣 只是改了這個 好 其他都一樣 另外Return 因為他是標準體重2 所以反環過來 記得 因為之前有同學 直接複製貼過來 忘了加2 他發現奇怪 什麼0 什麼沒有東西 原因是 你的方權名稱錯誤 OK 那我們來序一下 最後做完 把它清除掉 擦過函數的時候 這邊應該會有個標準函數 標準體重函數2 OK 多一個性別 再多一欄 這個性別 把它選一下 回來了 按確定 下下填滿 完成 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模一樣 OK 好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兩 兩種這個VBA的不同模式 那哪一種比較好呢 當然就看你實際上工作需求 當然你如果說你工作 希望按下去就結束的話 那當然你就用一個SUB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你希望是可以有一個互動的空間 然後最後自行再把它向下填滿 那實際上是情況而定 那SUB跟Function其實最大的差異點 就是說Function呢 它一定要跟你互動 也就是說呢 它會跟你要一個資料 最後呢 你要吐回去一個什麼東西給它 然後呢 丟到它現在游標所在的那個儲存格 那個位置會幫你結果給算出來 那尤其制定函數啦 我發現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實 Essale裡面真的有蠻多 不是大部分 其實你們現在發現 越來越多工作上的需求 在Essale裡面的函數 內建的函數都無法滿足 那這個時候 無法滿足變成你要 自己在撰寫一堆公式之後 才能完成一件事情 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大部分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的工作裡面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制定出一些函數出來 甚至呢 現在當然很多公司很多企業 但為了節省那個 就是人力的 人力的時間浪費 所以大部分都會 希望就是說 開一個部門裡面有沒有人 其實我覺得未來應該有 未來現在就那種職缺就是說 會有一個專門的人 幫忙去看 每一個人 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函數 因為如果他有這個函數 他其實不用再浪費時間 再一直重複做同樣的事情上面 或許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VPA的這種規劃師 他其實工作裡面不是只有撰寫成 他還要去了解 每個人的那個工作流程裡面 是不是可以再有改善的空間 那我想這個可能 是未來企業裡面其實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當然有這樣的人存在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每個人的工作效率 自然就很容易就提高了 然後 如果整個部門都需要的一個函數 也許未來 當然你可以有一個人 專門整理 那每一台電腦 就會產生 這些需要用到的函數 那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解決了 那這樣的話 整體效率我想應該會提高 空間其實還蠻大的 那尤其未來那個 因應那個大數據的時代 你會發現這個資料的產生速度 一直只會越來越多 當然不會越來越少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一些 用程式來解決問題的話 恐怕你會越來越有 這個無法解決那個資料問題的那種感覺 可以這裡我想各位試一下 兩種VBA的方式